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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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东河上突然发生了一件直升机坠毁的事情 这个机上五个人到最后全部都遇难 那么这个驾驶员飞行员他没有死他就跑出来了 那么在东河我们知道在纽约市 其实上空这个直升机是非常非常繁忙的一个事情 可能号称是全世界这个直升机最防满的重点之一 原因是因为在纽约市上空除了旅游 旅游这个班子非常多 还有来回的救护的直升机 再加上这个还有很多公司这个高管之间 这个进出纽约市到康乃州康乃迪克州 或者到这个附近的机场 进进出出 这个所以在纽约市上空直升机 每天可以这个随时随地可以有说数十架之多 你像以前川普自己本身 这个自己就有一个专属的这个川主直升机 那么他在纽约那个时候 川普到他上班的时候呢 就基本上就自己有一个专属的直升机码头 另外在纽约靠东河这边的34届那边 也有一个固定的这个直升机 直升机起降站 所以平常来讲这个直升机的这个飞行 是非常非常繁忙的 那么当然也都有受到这个空管 这个空管的主要是由这个拉瓜地亚 属于一个国内民航的这个空管的方式来进行的 那么昨天这架飞机呢 是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呢 是在这个纽泽西这边起飞 我们看到他本身有一个飞行图 这个飞行图我们可以看到 他从纽泽西起飞 然后经过这个自由女神像 这个自由女神像当然是在这个哈德顺河口 我们刚刚看到刚好那个时候 有几个这个业余的爱好摄影者 他们刚好就拍到这个自由女神像上方 这个这架直升机通过的这个照片 所以这个照片当时你看起来 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景迷信片 但是没有想到这架直升飞机在 就在经过这个胜率女神号 没有多久 自由女神号没有多久的时候呢 就发生问题 那么我们看到这张飞行图呢 它是绕过这个自由女神号 然后自由女神像 然后往下飞 然后飞到这个曼哈顿的这个顶端 这个最南边 然后再沿着这个东河往上飞 那么照理讲呢 它这个如果飞过去的话 应该都是没问题 那么这个是 这架飞机坐的是一个五人组的 一个要设整个纽约市的一个 一个整个这个各种不同点的一个图 那它也不是一个一般的观光图 那么据报道来讲 这个价值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 但是呢 在这个飞到快96节这一代的时候呢 就突然出现 现在这个出现是紧急问题 这个已经出了问题 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飞行员呢 在快要出问题的时候 立刻就喊了 这个Mayday Mayday 就是喊急救的事情 说我现在有问题了 我有问题了 那么根据这个空管 最后在当天晚上 所解释 所这个公布的一些这个说明 可以看得出来说 当时的La Guardia机场的这个空管人员呢 几乎是非常糊涂 还搞乌龙啊 因为当这个驾驶员喊出这个Mayday Mayday 急救急救灾难 灾难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空管的这个人员 居然回答说 我知道你了 我知道你了 你需不需要帮助 结果旁边有听说 大概是有另外其他这个频道上 听到的人就返回去骂这个空管人员说 他已经在喊急救了 在喊急救了 你认为他需不需要帮助 这些空管的人员 其实他们要注意到 所以很快的就有當地的這些居民 就把整個直升機墜落的情況 就拍攝下來 那麼一般可以看到的 這個直升機基本上是 像用正常的方式的樣子 降落在這個東河的水面上 那麼降落沒多久 結果大概不到幾秒鐘的時間 整個飛機就往下沉 那麼沉落沒多久 在水門的過程當中 這個顯然是螺旋槳打到這個水面 所以整個飛機就翻過來了 那麼翻過來這個整個飛機 大概在不到1分鐘的時間之內 就沉到這個水裡頭去了 所以這個整個過程 被這個一般的這個路邊 旁邊的這些遊客都拍了下來 那麼後來他們看到的是 那個時候這個紐約市警察局的 這個水上急救隊 都已經立刻收到通知了 所以立刻就出動很多急救這個船隻 然後到這次趕到現場 那麼據說這個駕駛員 自己是從這個座位裡頭 從水裡頭冒出來 然後被附近剛好也經過 也聽到這個聲音過來的 另外一個這個拖船 把他救起來 那麼等直升機 等這個警察人員都趕到的時候 就把這個裡頭這幾位 卡得住的乘客 陸續去救起來 那麼他們再發現 當場已經有兩名這個乘客 已經死亡了 另外三人就集結送到醫院去 大概在今天 在今天大概在半夜裡頭 也因為傷重不治而死亡 那麼現在的情況 根據這個消防 根據這個 這個飛行員自己本身的說法 應該是這個已經出了問題 那麼已經出了什麼問題 這當然還要進一步的調查 美國這個民航局FAA 也發表聲明了 說這是一件這個 可能是機械意外的事情 但是還要繼續進一步的調查 那麼我們知道在這個東河 或者在紐約哈德順河 市場就會有發生這些 大大小小的這種空難 有的是這個幾乎全部拳擊父王 有的是幸運得救 那麼最近的話 在2007年跟2011年 分別都有這些這個 觀光遊客的這樣子的 這樣的直升機 墜毀 那麼原因當然很多 有的是操作不當 有的是遇到當時的風流等等 當然最著名的一次 應該是發生在大概2012年 有一次那個AA的兩部 AA的這個大型客機 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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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個拉瓜地亞機場起飛 結果也是因為 飛鳥吸入到引津裡頭 然後被迫降 那麼迫降的過程非常驚險 整個大 整個大的 727的這個飛機 整個就降落在這個 哈德森河上面 而且沒有造成任何一個人死亡 這個這個 非常英勇的一個事蹟 後來也被拍成電影 那麼今天當然在紐約這邊 發生一些很不幸的事情 那麼另外在 也是今天上午 就是3月12號 在在亞洲時間 也是有一架這個 從這個 孟加拉起飛的一個飛機 大概將近有71個人 飛往這個 尼泊爾的加德滿都 在降落的時候 也是墜毀 整個飛機衝向附近的一個 好像是足球場的東西 目前知道大概有38個人死亡 另外還有幾個人在失蹤 那麼當地的這個軍警 都已經在出行去搶救了 好 我們下面再來關心一個 有關於這個中國 人大這次開會 在昨天經過這個修憲的結果 正式了通過了將近21項的 修憲的這個內容 那麼其中當然大家非常關注的 就是有關於譬如說 把這個胡錦濤的科學觀 還有這個習近平的這個習思想 都正式寫入了這個新的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文裡頭 那麼在這21個修正裡頭 當然大家最關心跟注目的 就是這個有關於這個 國家主席任期取消的這個事情 國家主席和這個 副主席的任期取消 那麼在昨天這個整個將近 昨天下午參加進行的這個 投票的過程當中 大概將近40分鐘 從這個拿票 這個拿票 那個投票 計票等等這個過程 大概將近40多分鐘 那麼在3點51 52分的時候 這個繼續開票出來結果 那麼這整個開票結果 我們知道剛剛能看到 我們照片長所顯出的是 大概是2958票 這個通過 兩票棄權 兩票反對 三票棄權 這個數字代表什麼呢 當然這個數字 比習近平當初 2013年當選 這個國家主席的票 那個票當然高過大概七八票 這當然是說明整個投票 這個大家的這個團結意志 凝結在一起 雖然只有兩票的棄權 但是也說明這個人大代表 這個大家眾志成成 通過這個修正案的這個意圖 當然這個整個被外面解讀 就是人大本身就是一個 所謂的橡皮圖章 那麼在整個這個修正案 這個憲法修正案的整個過程當中 基本上是沒有經過多少討論 雖然這個各個人大代表團 都有所謂對這個人大的 在對於這個修正案進行簡單討論 可是事實上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討論的過程 尤其最讓人家吃驚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將近這個21條的這個 整個修正案的內容 居然是一次表決通過 而不是逐條表決 因為逐條表決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對於這個每一件 每一個修正條文的重視 每一個條文基本上 經過大家的反覆討論 然後就一條一條來選 來決定到底是不是適合這個 適不適合這個中國 這樣子的改變 這個大家有充分的這個發表的意見 但是這次討論 這一次這個表決呢 基本上是一次通過 這個你不管你贊成也不贊成 或者反對不反對 基本上就是一次通過 即使你對其中有幾條 你有持有這個反對的意見 那麼也不容許你有反對的意見的表達 是要嘛就你通過這整個一個版 一整版的這個修正案 否則的話那麼你就是反對 所以這個假定說我們現在知道 有兩票是反對票 所以我們也不清楚 這兩個人這兩位人大代表 他反對的是什麼 是反對整個21條呢 修正呢還是反對其中幾條 所以就整個這個修正案的這個 整個過程來講呢 從民主國家對於這個憲法的重視 國家根本大法的重視來講 當然是一件非常讓人家覺得這個突兀的事情 就是一次全部通過 特別幾個很多重要的條款 包括這個國家主席任期的這個改變 或者是特別是增加一個所謂監察委員會 等等這些事情 那麼都是值得這個全國人民 全中國人民一再討論 讓大家了解國家這個為什麼要做這樣子改變 為什麼要做這樣子的增修的機會 但是顯然 那麼這個增修 這個修改憲法的這個機會 就被一句很容易的 完全體向這個人民 全國人民跟黨裔的這一句話就帶過去了 那麼究竟這個實際的內容會是什麼呢 我們實際上還不太搞得清楚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想讓全世界都在盯著這個事情 盯著這個事情在看 那麼在這個修正案 這個整個通過的時候呢 立刻啊 幾乎全世界的這個重要的媒體呢 都立刻就播出 跟轉發了這件事情 說明這個全世界呢 對於這個中國這次人大 這個憲法修正的這個重視性 當然這個幾乎每一個國家的媒體 都集中在這個國家主席任期延長的這個事 這個國家主席任期宣佈取消的這個事情 沒有任何國家在提說這個這個中國增加了這個什麼 增加了這個或增加了這個這個機構等等 那麼主要的都提出在就是說這個習次想顯入這個憲法 那麼這個國家主席的任期任期取消 所以基本上所有能看到的這些外國的東西呢 基本上都著重這個地方在報導 而且呢這個報導的方向呢 也許說當然可以說是體現所謂西方的價值了 跟中國自己本身的價值並不相協調 可是這個西方所有的媒體所報導的 基本上都是認為說中國現在走向獨裁 然後這個中國走向皇帝制 那麼也覺得說也都批評說 這個中國現在是所有的權力 都掌握在這個習近平的手裡頭 那麼有的國家的評論 像是這個美聯社的評論 它更進一步指出來說 這個取消國家主席這個任期的這個制度 那麼事實上這要變成所謂中共所謂的三位一體 那麼但是在這個國家這個國家軍委主席 還有這個中央總書記來講 這兩個是沒有任期制的 因此呢所謂三位一體呢 就是三個人都沒有任期制 那麼他們認為從這個西方角度來認為說 這是對於這個權力的這個約束 跟這個權力的制止 當然是一件非常嚴重的傷害 那麼也許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會當然是不同的看法 我前天有人會說 這個如果根據這個 現在目前修過這個黨章改變之後呢 那麼習近平如果按照這個江澤民現在在位 還繼續還有發生影響力的情況來下來這樣 江澤民今天已經高受92了 可是這個大家都知道說 在這個中央政治局委員整個排名 這個排名裡頭 權力結構的這個分配裡頭 這個江派還佔有一定的勢力 那麼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92歲還可以這個有這個能力 在影響這個整個這個國家的權力的分配的話 那麼如果以習近平現在64歲這個這個角度的話 他起碼還有將近30年的時間 可以這個可以繼續在中國發揮這個重要的影響力 那麼這如果再按照這個習近平在去年所宣示的 有關於中國夢在2035年要基本實現這個社會主義的這個基本現代化 那麼到了2050年 2050年要完成這個讓這個中國進入這個世界強國之列 那麼如果按照這個時間往下排的話 那麼這在未來20年至少在未來20年 我們可以相信習近平是可以完全掌握著中國的整個政局 也就是說所提出來的中國夢 那麼習近平他也許他個人也許中國共產黨本身覺得 他必須有這個責任跟這個義務要把中國夢實現 那麼也許說在未來的20年 基本上中國就完全是以習近平一個人為主的這個這樣子的一個天下 所以呢在這個這個昨天發行社有一句話就很有意思是說 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昨天發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這些中國把他們自己的命運完全交到一個人的手裡頭去了 那這個在現在國家聽起來當然是一件非常吃驚的事情 因為沒有一個人是一個神 沒有一個人是一個完全的這個萬能主 能夠掌握全這個十幾億人民的這些聲明 聲明跟未來的這種改變 那麼所以這個當然是從這個外國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不過就中國人本身來講的話 那麼顯然的在未來的20年裡頭 中國人將來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這個運用或者去實現 或者去體會各種言論自由 各種人各種這個聚會自由 各種這個發行自由 或者是公佈自由等等這些事情 因為這個聲音必須要集中一致 所以你必須要永固這個黨 永固這個憲法 永固這個主席 否則的話就有違憲之疑 所以在未來的20年我們可以提到說 現在90年後的人或者是現在70年後出現的人 他們必須去接受 這個起碼在未來20年 都是有一個人在治理中國的 這樣子的一個基本的夢幻也是現實 那麼這個發展 當然這個還要這個正式的這個任命 還要經過這個人大陸續的這個開會 然後正式對於國家主席 還有國家副主席等等這些一些其他這些主要的 這個國家領導人這個任命 我們才知道整個的藍圖 譬如說大家一直在懷疑一直在推測 王岐山是不是會真正出任這個國家副主席 那麼也許在未來的一兩天 就會有一個正式的揭曉 那麼這個事情真正是受到全世界的注意 因為在昨天這個華盛頓郵報 也刊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專論 有一個他們這個重要的這個外交專欄作家 他所寫的一篇文章叫Rodin 他寫的一篇文章 反映出來西方世界對現在這個情況的焦慮 因為他指出就是在最近幾天 在這個比利斯布魯塞爾 有一群這個所謂這個International Liberation 就是國際自由主義派的這些政治人物 在布魯塞爾開會 為什麼這一批人他們認為是二次大戰之後 由西方這個價值所主導的 所建立起來的這個民主法治 跟這個自由經濟市場 這兩大支柱現在目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麼這個影響包括什麼 他們現在已經看出來有三股力量正在破壞 正在摧毀這個二戰以後所建立出來的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他們到底是哪三大支柱呢 第一大支柱呢 當然就這個力量當然指的就是 這個有關於這個現在以川普為主的 這種所謂Nationalism 國家主義還有這個Populism 跟這個民粹主義所興起的 都代表了這樣的一個力量 那麼這個力量正在從西方 自己本身自由陣營裡頭內部 正在摧毀這個有關於這個 西方這個國際自由主義派 所建立出來的這個國際秩序 當然另外一方面就是屬於 像這個川普跟這個習近平本身 所代表的這種另外一種反民主的力量 所推進出來的這樣子的一個體系 那麼另外一種呢 當然就是西方自己本身這個自由陣營裡頭 正在如何抗拒這種事情的一個情況 所以就他們來講呢 現在這個世界已經形成很重要的 這三股思潮在互相 互相之間在這個卡位置 那麼他們特別提到像中國來講 中國這方面的理論學家就認為說 現在的國際秩序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種 現在所看到的這種經濟架構 經濟結構還有國際秩序 經貿秩序 這個都是西方世界 所根據他們自己價值所建立出來的 那麼到今天到這個21世紀他們認為 特別是中國這邊認為 西方自己本身出現的種種問題 已經說明西方這個架構是完全不適用了 那麼現在必須要由中國 至少由中國 形成中國自己本身的體系 跟中國的自己的價值 來建構另外一套國際體系 國際價值觀 那麼這個是中國本身的說法 這也是大家所比較擔心 就是說從西方陣營來講 比較擔心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陸陸續續在未來 起碼也許10年 也許習近平在未的20年 會發生會見到 這三股勢力不斷的繼續在這個 在搏鬥 如果轉到西方來講的話 當然是經過選舉的角度來 透過來達成 那麼在國際社會上來講 當然是看每個國家的國力 來互相來卡位 那麼這就是未來 我們這個冷戰之後 冷戰結束以後 大家以為整個世界會回歸到 這個民主自由跟市場經濟的 這樣子的一個國際結構 那麼顯然不是 地緣政治本身的這個運作 也就是在重新衝擊 這個二戰以後 冷戰結束以後的 這樣子的國際政治結局 好 我們再來一向另外一個 大家比較關心的 就是這個朝鮮半島的事情 朝鮮半島今天最新的發展 就是習近平主席今天 這在這個在12號 12號上午 12號下午就接見了這個 陸這個分成普普趕來的 韓國代表團的這個團長 也就是韓國這個清華台 總統府他們這個國家安全顧問裡頭 這個主要的這個負責人 這個鄭義榮 那麼鄭義榮跟這個另外一個 他們相當於韓國這個中央情報局的 這個國家情報院的院長 徐勋他們才剛剛從美國回來 那麼他們在美國回來 當然在美國跟川普見了面之後 還有跟這個他們這個見面 包括美國重要的幾個官員 包括國防部長 中央情報局局長 還有這個副總統潘斯 他們在白宮見面這個事情 那麼見完面之後 就宣布了這個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就是川普答應接受這個 金正恩的要求 在5月底之前 兩個人見面 那麼這個消息 當然在這個禮拜五這邊宣布之後 立刻就震動了整個全世界 認為這個世界這個兩大宿敵 居然會見面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麼整整這個過程當中 顯然現在正在陸續的發展當中 在美國來講的話 美國當然這個是一件 就川普本身來講 是一件極大的這個供需 所以他禮拜五的話 就基本上就跑到這個外州 禮拜六就跑到外州 去宣耀他這個 對於鋼鐵跟鋁業 這個支持這個 開征關稅的 這樣子的重大這個勝利 同時也宣布 也跟這個金正恩 要見面這個事情 所以他認為是兩大 他的兩大政績 可是就美國自己本身 內部來講的話 大家基本上都嚇到了 沒有想到川普這麼容易的 這麼輕易的 就答應了要跟金正恩見面 因為整個配套措施都沒有完成出來 還有很多重要的這些 這個所可能帶來的影響跟衝擊 都沒有完全經過這個仔細討論過 例如這個國務卿 本身就在非洲訪問 他完全不知道這個事情 那麼直到宣布之後 他基本上就被嚇到 因為他在前24小時不到的時間 不到的時間 不到的時間他還說 美國跟這個朝鮮之間的見面 見面或會談 是一段很長遠的路 意思是說現在還不可能發生 結果沒發生 結果沒想到24小時之後 不到24小時之內 這個自己的國家總統 川普就宣布會跟他見面 所以第二天這個國務卿提勒森 就說他自己身體不舒服 取消了禮拜六 在這個跟這個非洲幾個主要國家見面 出席這個重要典禮的這個過程 這個儀式 那麼禮拜天才繼續在這個 繼續在非洲的訪問 所以這個基本上也是個消極的 對川普總統本身的一個抗議 那麼在國會方面 也是非常謹慎 很多人出來勸這個川普 要小心不要上當 等等這些事情 那麼如果根據這個韓國媒體 在昨天陸陸續續 就這個事情所發生的 所發出的報告 可以看出來 川普也實在是非常魯莽 根據韓聯社所做的這個 做的透露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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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義榮在這個會上 跟川普見面的時候 做了兩件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 這個鄭義榮說 他們去了這個 去了朝鮮 跟這個金正恩見的面之後 據韓方 他們自己本身的研判是說 這個 這個金正恩的態度誠懇 這個 這個意圖 意圖非常非常明確跟和平 而且也表明了 這個要這個 這個結束 要終結這個核武化的 這樣子的意思 終結核武化的意思 跟凍結核武化 當然是兩個很大的區別 那麼韓方在這個 跟鄭義榮說 他們向這個 川普就表達了這個意思 同時呢也表達了這個 金正恩願意跟川普見面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可能 沒想到川普立刻答應 而且願意馬上見面 那麼據韓國報紙的報道來講 說鄭義榮他們基本上都嚇到了 說這個川普要馬上見面 他們還基本上勸這個 川普說稍等一下 因為四月底 這個韓朝之間要見面 韓朝的首腦要之間 元首之間要見面 說是不是可以讓這個川普 等到這個韓朝這個雙方的 這個元首見完面之後呢 再來談這個這個美韓 美朝見面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川普在聽了之後呢 也想也對 大概就延遲了這個 要馬上見面這個計劃 所以看出來這個 美國這個媒體 就在批評川普 這個整個這個 這個決策的這個過程 是非常倉促 非常突兀 非常突然的 那麼常常是一個人說了算 而並沒有合集到 其他國家相當的利益 那麼所以現在這個鄭義榮 這個韓方也做得非常仔細 非常體貼 在這個基本上是6號 跟這個金正恩見了面 基本上8號呢 就跑到美國來 就跟川普見面 宣布這個事情 然後這兩位又中間 跑回這個 再回到這個韓國 立刻 第二天就到這個中國 來見中國 見完中國之後呢 這個鄭義榮 還要再趕到這個俄羅斯 希望能夠見到普廷 據說普廷現在在忙於選舉 因為俄羅斯這邊3月18號要投票 所以俄羅斯這個普廷 能不能見到這個 能見到鄭義榮也是一個問題 那麼另外在一方面呢 這個另外我們說到的 徐勳這個安全負責人呢 他也飛到日本 要見到安倍晉山 也要跟安倍晉山這個 表達這個整個過程是什麼 所以他非常緊張這些事情 所以就這個整個情況來看呢 對中國來講呢 當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麼從習近平願意親自接見鄭義榮 也表達對於這個整個朝鮮半島走向 表達這個美韓之間要對話 美朝之間要對話 表示感到欣慰 通過中國再次也重新提了 一個雙和解的這個方向 那這個雙和解其實基本上就是雙暫停 是中國一直以來要講的事情 那麼在這個當這個川普宣布 要跟這個金正恩見面之後呢 有很多的評論就開始說 你看居然中國被邊緣化了啊 原來朝鮮是中國的最好朋友 到目前為止 金正恩跟習近平都還沒見到面 金正恩居然可以先跟這個 川普總統見面 這顯然這個中國 在朝鮮半島的事務上 是被邊緣化了 難道這個以前 所謂衝衝到地的這個好朋友 連中國都不理了 有這樣子的說法 其實這個說法 顯然是一個 只看到表面上的一個事情 真的事情 這個事情可能中國是一大勝利 那麼所產生的這個後果 跟這個效果呢 的的確確會震撼 整個全世界的這個格局 跟布局啊 怎麼話怎麼說呢 如果現在按照這個 韓國之間 這個朝鮮半島這個走勢 金正恩假政 假政其實他是這個 心存善良 的確要想把這個 終止這個核化的話 這個朝鮮半島核武化 他要終止 他要結束的話 那麼當然是件 非常大的事情 美國現在所拿住的這一點 就是說你金正恩要確確實實的表明 你要終止這個整個結束 整個核化 核化計畫 我們才見面坐下談 那麼金正恩為了達到這一點呢 他一定會說 好了我現在不完整個核子化了 我也不是說我凍結 我的核子計畫 是我整個都不要了 那麼如果美方答應這個說法 而開始見面 那麼接下來的當然就是一定 他要是一連串由國際專家 進駐這個朝鮮 瞭解跟這個實地勘察 韓國的這個朝鮮的所有的這些核武設施 都一一解除 這個時金正恩要證明他的這個誠意 所必須所交代的這些整個透明化的這個過程 假定這個事情金正恩真的都做了 那麼金正恩所得到什麼東西呢 他得到的是要跟美國跟朝鮮之間要建交 如果建交之後表示兩國和這個和平 有好有好之後呢 這個兩個國家就會進行各種正式來往 那麼這也表示說在這個情況下 韓國韓國跟朝鮮之間也不會有任何戰爭的情況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在朝鮮半島上駐紮軍隊 駐紮聯合國軍隊駐紮美軍 都是完全不必要的事情 那麼美軍就必須從這個朝鮮半島上撤出 因為我們知道整個二戰結束之後呢 就是整個整個美國在東北亞的佈局 就是從韓國到日本加上台灣到菲律賓形成這個島鏈 如果說今天整個島鏈就破掉了 在這個韓國已經基本上已經拿掉的話 那麼日本人就緊張那個要死了 那麼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美國真的是跟朝鮮之間這個建交而撤軍的話 那麼所帶來的這個影響將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美國當然知道這個事情可能會產生了影響 可是在川普的執政下很多這個外交政策都是屬於冒進而沒有思考過的 假定美國跟朝鮮之間真的建交友好 美國撤軍 那麼所看到的就是必須有一連串的這個後隊佈局 後面佈局讓日本能夠安心等等這些事情 到目前為止顯然沒有看到這個事情 顯然這也是讓安倍萬分交集的這個情況 那麼是不是會有這個進一步的這個和解 最重要我們就要看這個4月底兩件事情 在4月中第一個會發生美韓軍演 美韓軍演是歷來要進行的 美韓軍演會不會因為這一次即將要舉行的這個 這個美朝之間的對話 跟馬上在4月底要舉行的這個兩韓之間的對話 因此而有所這個這個這個規模縮減啊 或者是這個時間減少 原來一個月的演習是不是減少到了半個月 原來要派這個航空母艦去的 是不是航空母艦不去了等等這些措施來決定 如果說真的是這個韓國朝鮮這邊的這個 和平公使奏效的話 美軍就會相對的減少這樣子的相關的這個 軍演的情況 那麼以以為這個馬上來到的這個 這個兩韓之間的高峰對話 在本門店的高峰對話 產生良好的效果 更為更好的這個美韓對話 來產生更好的效果 所以一旦假令軍演降低規模 或者是降這個減少時間的話 那我們可以說明這個未來 這個美軍離開 美軍離開整個朝鮮半島的這個時機 也就為期不遠了 那麼對中國來講這個將是一大勝利 好 我們今天為您分享到這邊 謝謝您的收看 謝謝 謝謝 謝謝